趁着这个元旦假期 去动物园游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尤其赶上虎年了 看看老虎也不错呀 不过像这样凶猛的动物 大家知道它们是怎么从各自的龙舍里出来的吗 这个饲养员又在其中做了哪些工作呢 对于一座动物园来说 饲养员是保障动物生活的重要角色 身兼树植的它们也是距离动物最近相处最久的人 刘圆圆是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猛兽区的第一位女饲养员 目前也是猛兽片区的副主管 生活在这里的老虎 熊 豹子等每一只猛兽 她都非常熟悉 我的这个主要的工作呢 是负责整个猛兽片区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管理工作 我自己本人呢还主要在这个中国猫科馆工作 我们现在呢是有三只豹 然后三只奢利 三只豹猫都在我们管生活 哈哈 哈哈 整个场馆我们叫它360度场馆 其实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就是通道 然后可以让他们在我们的带领下面 就是去到我们场馆的每一个角落 中国猫科馆目前有六个对游客展示的动物外放场地 每个场地里面的环境都不相同 动物可以在饲养员的引导下 经常更换活动区域 也是非常考验我们的治理了 我小的时候玩花生道就玩得还挺好的 所以就每次我先想啊 先把它挪到这儿来 然后再把它挪到那儿去 然后再把它挪到那儿 这样它们可以整个完成一个就是大的一个转移 对于动物来说 它们也是能够获得不一样的丰富的环境 就今天它可能享受的是流水的 然后明天它可能就享受的是一个大山坡 就每天都一样就太无聊了 豹子的话在野外 我们的调查记录里呢 可能很少有活过十岁的 但是这个呢 并不是说它不能活到十岁 而是它面临的生存挑战太大了 然后它会有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 在动物园里我们最长的记录呢 应该是在23岁左右 从小喜欢动物的刘媛媛 大学就读于南京的金陵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专业 因为学校距离红山森林动物园很近 大学课余时间 她就来到这里做起了志愿者 正是这样的经历 让从没想过当动物饲养员的刘媛媛 开启了奇妙的人生体验 我也是属于比较巧 就是毕业正好 他们就有那个十岁南卫的招聘考试 然后随便去考了一下 然后可能就是命中注定 我要留在这里 然后就考中了 然后考中了我就留下来了 真正就是开始在动物园的工作 正式入职后 刘媛媛先后在大熊猫馆 擒鸟班做过饲养员 之后又加入动物园的科技业务部 做了五年的文职工作 通过对动物谱系 科学管理等方面进一步的研究 刘媛媛对动物园里饲养员的工作 有了新的认识 在英文里我们的那个校园的名字叫做keeper 我觉得叫保育员是更合适的 就是你是给他帮助 给他照顾 然后照料他生活的人 然后你要保持他的这个福利的一个水平 然后你要保持他的健康状况等等 就这些事情 就叫保育员 我觉得是最好的 就是其实我们在做那些 看那些资料的时候 我们其实很少把这个keeper翻译成饲养员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这个 是给桃子的一个开了口的藤球 里面塞了牛肉 这是他第一次用这个东西 我们也不知道他会有什么表现 等会我们看一看吧 上面的这个羊肉串 牛肉串 他是给我们一只索猫要闪电 通过对动物体型 日常运动量等因素把控 刘圆圆和同事会给他们准备不同的食物 并且偶尔也会模拟动物 在野外不能顿顿饱餐的情况 把餐食减量 面对充满变化的食物 五花八门的投喂方式 以及气味体验 对于动物来说 可以感受到拆盲盒一样的乐趣 保持对食物的积极态度 更舒适地生活在这里 我们的工作其实重复的内容非常的多 但是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变化着的饲养员 活着的饲养员 然后也让我们动物受到我们这种变化 其实是最困难的事情 要一直保有这样的热情和动这样的脑筋 在中国猫科馆这么多动物中 其实让刘圆圆特别关照的 是一只叫月月的豹子 这是一只只有三条腿 但依然非常勇敢的母豹子 月月她是2011年出生的一只隔蹄 2015年的时候她受过一次伤 各种各样的治疗 然后都没有能够控制住这个感染 最后不得已 受益给她进行了一个节肢的手术 真正当我跟她接触之后 我发现她是一只非常具有探索精神 并且勇敢的豹子 就是她可以爬到我们六号运动场 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鞋板上 我当时看到那个板 我说这么高 然后又是一个特别鞋的一个坡 不会有动物会喜欢在那儿待着的 只能怪我当时太年轻 然后月月没过多长时间 她就上去了 去年在中国猫科馆开放之际 休完产假的刘圆圆 以猛兽饲养员的身份 来到了这个新管区 虽然之前听说过月月的经历 但真正每天照顾她之后 动物身上特有的顽强意志 让刘圆圆有了新的感悟 其实很多的野外的抱子也是这样 它缺失一点东西 但是它们的生存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失忆能力非常的强 它可以去忍受这样的残缺 然后也能够生活下来 这个其实也是她们有魅力的地方 其实除了腿部旧伤 月月的牙齿一直也存在问题 三月下旬以来 刘圆圆和同事为月月开展了一个行为训练项目 她们需要月月在稳定情绪下配合饲养员和兽医 从允许触摸尾巴开始逐步适应剔毛扎针 最终通过裁写检测麻醉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 并进行牙齿修复治疗 就是它的四颗全齿 有就是大部分都只剩了齿根 然后门齿也缺失了一点 考虑到一个是撕咬的这种 对它来说的一个幸福感 然后再一个是 如果说这个牙齿持续的往恶性的一个方向发展的话 它可能因为牙齿的缺损 然后导致它的牙龈也会发生一些不可逆的损伤 所以我们才会说要去做这个事情 给豹子采写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而且国内就没有这样的案例 刘元元能够顺利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吗 想要给猫科动物进行牙齿治疗 难度非常大 国内几乎没有公开的相关治疗资料 目前刘元元需要做的 就是每天都进行行为训练 让月月熟悉指令 尽快接受尾部踩血 月月一开始非常的敏感 当我去勾它的尾巴的时候 它就直接甩开了 我们也是从一步一步慢慢的通理 然后去做的 其实我们发现 当我们正确地使用了这样的训练方式之后 月月的进步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非常非常的大 今天那个外放怎么放呢 二王二王过了 从头到过过了以后去玩 刚来的时候 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他当时来带着我 然后我这边差不多快熟练的时候 他就会突然问我说 你今天打算怎么放 那你的B计划是什么 B计划 还有B计划 他说对啊 他万一说某一只 他不肯出去 那你怎么办 他想的都是很远 并不是说只是看到眼前是怎么怎么样 而是会想到就是一个持续性的发展 一向面对突发状况 都能有应对策略的刘圆圆 在这一天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为了帮助月月更好的训练 他们更换了场地 而且制作了新的平台 让月月能够趴在平台上训练 不过面对这些改变 月月表现得有些异常 月月 我感觉至少 他可能还是有点想配合的 但是他在这个环境里 可能还真的是不太舒服 拍摄期间 一直很从容的刘圆圆 也开始焦虑起来 她想要快速分析出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月月突然变得不配合 为了让月月不再受到任何打扰 她对拍摄团队提出要求 必须保持安静 摄像器材不要靠近月月 只能蹲在龙舍旁边不移动 用手机拍摄一些片段 我们今天可能预期 给她介入新的东西太多了 我原来那天是在地上 就是说没有给她一个平台 去做安静的训练 今天又引入了一个新的平台 然后动物可能接受程度 还有限 所以说只能说慢慢来吧 它尾巴还是很用劲的 我没有很用劲的去勾它感觉 你是不是勾这个尾巴的时候 我感觉跟那边走完全力道不一样 对那边的尾巴是放松的 这边的尾巴是很用劲的 暂停暂停 暂停 暂停 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想推进下一步的话 我们可能得把它叫到那边去 带领月月在新平台上 做的第一次训练失败了 刘圆圆虽然情绪有一些波动 但她很快冷静了下来 结合之前月月的表现和配合度 她认为是新平台的设计 没有能够让月月很好的适应 为了能够尽快踩到血样 尽早检查 她们决定还是让月月回到之前训练的位置 就像咱们人一样 也不可能每一次都能够和你 就是咱们都能配合得很好 这当中出现一点问题都是正常的 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就是你去判断这个动物的情况 根据它的情况 然后来修改你的这个步骤 月月逐渐平稳的状态 证实了刘圆圆的判断 看着月月不仅表现正常 还很愿意继续配合行为训练 刘圆圆松了口气 按照计划 这一天刘圆圆和同事相互配合 带领月月顺利完成了剃毛 酒精棉球擦拭脱敏 并且进行了第一次尾部针石扎针 好 再来一次啊 一二三 月月逐 已经有血了 一二三 好 拔针吧 这一点点水现在也没啥用 到时候看能不能抽出来 能抽出来能做个图片 可以 这一段新生意 真的我看到虽然踩了血不多 但是我心里现在有底了 我知道是怎么停什么样的情况了 可能中间这个平台的这个事情 是一个插曲 但我还是觉得我们把那个平台 稍微进行一个改进 然后慢慢让它去适应 这样一个新的一个物件 可能后面也会很顺 在刘圆圆和同事的配合下 兽医团队顺利完成了 月月尾部的裁写 接下来他们还会继续帮助月月 进行后续体检和牙齿治疗 在拍摄即将告一段落时 刘圆圆告诉我们 她特别开心月月裁写的过程 被拍摄记录下来 他们将会参考这个成功的案例 优化细节 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动物 因为有了这次成功的案例 刘圆圆和她的伙伴们 对以后的工作更加有信心了 他们也希望能够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动物们 这些看似离我们很远 但是又觉得离我们很近 因为这些饲养员 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在守护着动物 也在向我们展示着 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